仙人 你这都耳卖了半个小时了 儒家到底患了什么病啊 小鸡子平时是不是感到凶闷啊 是不是感到草热啊 默契 本仙人自有妙招 默契 本仙人 让人家好好整理 默契 本仙人自有妙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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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臭小子 这个臭小子啊 你想把为时的房子给签了啊 老东西没钱我怎么去平江 我看你是故意耍我的吧 给我钱 没钱我下山怎么办 要饭呢 要钱没有媳妇要一个 我才不要媳妇呢 8岁定下的婚约万一涨菜了怎么办 没事他得看来啊 你看他 长得还不错 我去 还真是个美女啊 都几点了你怎么还没到啊 初小姐 你之前也没说你的相亲对象是吴绍啊 我可不敢在他位前加班男朋友 你还是略行告明了 我给你加钱五万行不行 就是五十万我也不敢啊 在平江谁敢得罪吴绍啊 哎 我就不信了一个吴家俊 还能在平江之手遮天不成 美女这个地方怎么走啊 好 这腰真细啊 我 你摸哪呢 啊啊 你别误会啊 我刚刚不服你你就摔了 我给你了 美女 就你了 啊 你干嘛 我要你假扮我男朋友一天 失常之后 我给你两万 没空 三万 哎呀大姐我真有 成交 你叫什么名字 林晨 好 你叫林晨 我们两个是去年旅游认识的 你叫我小雪就行 你这边乡话的水平可以啊 你一会能少说话就少说话 千万别露笑了 只要我们能把今天糊弄过去叫他 那咱们现在是去陪你家里面吃饭 不 是和我的乡亲六下吃饭 啊 小雪 可算来了 你什么东西啊 赶紧把你脏手从小雪身上拿着 看不出来吗 小雪 你这是干什么 奶奶 这是我男朋友 林晨 小雪 之前可没听说过你有男朋友啊 该不会是为了应付奶奶找来的演员吧 林晨 这是谁 林晨 这位是吴家俊 吴安叔叔的儿子 吴叔叔是我奶奶 林晨 江安琪和他董事长 听到了吧 吐豹子 我是奶奶认定他孙女婿 你个香包老 赶紧滚 从哪冒出来的香包老 赶紧滚 小雪 赶紧滚 甲军 小雪 人都来了 先坐下来吃饭 吴少 吴少啊 我们家小雪年纪小 很容易受到社会上不良风气的影响 今后啊 你可要替奶奶好好看着她 免得被人带坏了 放心吧奶奶 这老太太阴阳怪气的 这五万块钱赚的 怕是不容易 你小子怎么派上我家小雪的呀 我叫林晨 我和小雪是去年旅游认识的 刚在一起一个月 想过临时拉拉的人可能不怎么样 但是你好歹变同学 吹一个牛也行啊 我看怕不是个软坏男吗 也不看看自己什么档次 配当小雪的男朋友吗 小雪 我是怕你被骗了 看男人啊 不能只看表面 我跟小雪是真心相爱 生死相依不理不切 您说是吧 甲军 没错 林晨就是我男朋友 不管他怎么样 我都行 林晨 谁给你胆子 让你这么跟我说话的 好了好了 都少说两句 甲军 不是让你带了酒来吗 还不赶紧打开 好 奶奶 这是我特意给您带来的 三十年教堂的飞天王台 您尝尝 三十年了 还保存的这么好 真是难得呀 老夫人是这样 我一朋友是做酒生意的 她有个酒庄 只存好酒 除老夫人如果喝的惯的话 回头我再给你搞点 那感情好了 小雪啊 你看人家吴少 多有诚意啊 不比某些蹭饭的好啊 来来来来 土包子 让你开开眼 好好看看这酒 你这样的穷鬼啊 下半辈子也没有机会 见到这么好的酒 其实我是一个医生 还算是个比较不错的 真不差价 一个赤脚医生 在这大放厥词 文玉安你们认识吧 他可以给我介绍病人 我随便治疗一个 准费的是百万起步 文玉安 那可是四大神医之手 你也配认识人家 怕不是在电视上看到个名字 就拿来吹牛了吧 吴少 你怎么能认定林晨说的就是谎话 你总不能坑口白话 说林晨撒谎吧 不是他什么名字 我和文玉安还有点交情 我来看看真伟是可以的 温玉安身为名医 每天上门求医的人很多 现在可能正忙着救病治人吧 对对对 我们就不打扰他了 嗯 对 要不 我打一个试试 喂 文玉安呢 是林先生 您怎么有时间给我打电话了 有什么事儿 您尽管吩咐 哎呀 没什么事儿 就是想起你来了关心你一下 你在哪儿呢 哦 我现在在皇冠大酒店吃饭呢 哎呦 这么巧呢 我也在皇冠酒店呢 哎呀那太好了 林先生 我现在马上过去找您 好 888号房间 文玉安正好在这个酒店吃饭 三分钟就到 装 继续装 我看你凭什么把人家叫来 哎呦 今天看在小雪的面子上 我们不追究你 赶紧滚 别影响我们一家人吃饭 啊 林辰 唱功能也得了 要是的话也唱啊 看见第二人了 放心吧 我从不追你啊 嗯 各位 我现在要去见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先试试吧 哎爷爷 这个林先生是谁啊 只凭一个电话 让您现在去找他 就有说您的身份吧 小孩子 休得无礼 把这个袋法跟我走 林辰 这三分钟差不多也到了吧 人呐 文玉安呐 怎么还不来啊 三 爸他放屁 他根本叫不来 二 你脸了还在这说 我吴家的饭局也是由你那撒野的帽 小小的年纪 为了面子就撒如此大谎 小雪 赶紧让他给我滚出去 一 哈哈哈哈 林先生 哈哈哈哈 林先生 林辰 林辰 竟然真的认识文玉安 我好给你摆个结婚宴啊 哎呀 快快摆上摆 这几行五十年的飞天茅台 拿过来给您配配菜 哎呦 您太客气了 这张酒店啊 我有点品分 啊 这张卡 拿着 在这里所有的消费是可以免单的 哈哈 您有心了 改日您有空 一定上我那坐坐 我好好给您指导指导 哎呦 太感谢您了 林先生 有您的指导 我的医术必定会更上一层 哈哈哈哈 那今儿我就不打扰你的假宴了 好 哈哈 改日再去 好 哎呀 五十年的茅台 还是真藏板 要不无效尝尝这么好的酒 如果今天不吵的话 你下半辈子 还是也没机会喝大话 你小子以为忽悠了文元 你就是神医了 三脚猫头发 还真当玩意儿了 要不我帮你看看病试试 给我看什么 我身体棒棒 我年纪轻轻的 我有什么病 怎么 你要劝我少吃辣椒多喝水啊 不 你有病 你才有病呢 好吧 那你说说我儿子到底有什么病 不太好说呀 是不太好说呀 还是根本就看不出来呀 凌晨 你有什么话就直说 吴少到底得了什么病啊 说 今天要不说出个所以然来 你就是个骗子 小雪 你可得擦亮眼睛 别被这骗子骗了 你 不行 胡说八道 什么不行不行的 吴家俊年纪轻轻 就不行了 凌晨也没有给他把握 光靠眼睛看看 就知道他不行了 你下巴上有个浅浅的梅花状病 这呀 正是花毒病的症状指引 这个花毒病是由幸春 说明吴少这个平常的私生活有香 怕是长期纵于过度 已经不行了 哎 你的土豹子你瞎说什么了 小雪你可别信他 他在那胡说八道 吴安哪 小雪和吴少的事情 就算了吧 我们小雪已经有男朋友了 我们就不耽误你们的时间了 小雪 凌晨我们走 我 对了 我少爷 还先提醒你 你这个病 不能太多 啊 你胡说八道 不 你这个丢人现眼的东西 赶紧把林晨解决了 楚家雪必须嫁给你 爸 你放心 这个土帽子死定了 这个土帽子死定了 楚家雪和楚河集团一定是我们姑娘的 嗯 林晨 我要你在这儿活不过三天 看样子 这个林晨像是真有点东西 现在爷爷病重 连四大名医都没办法 不如让林晨去看看爷爷的病 说不定他还真有办法 嗯 嘿嘿嘿 前马上死了 不是吧 你该不会是要过客拆桥吧 林晨 我想 请你帮我个忙 可以吗 什么吗 我想请你给我爷爷看病 之前 没愿意给我爷爷看病的时候 说自己不能无理 但是刚才我听你的对话 他不尊敬你的 你的能力应该在他之上 所以 我想请你试一试 可以吗 算你还有点眼睛 那我就跟你去看看 小雪啊 你爷爷都病重已久了 连温月安都没办法医治 你找到谁 他 他真的行吗 奶奶 我觉得他是懂秘书的 不然 温月安怎么可能那么尊敬他 现在 我们也只能放手搏一搏 有任何的希望 我们都不能放过 哎呀 女子 你只能死马到胡马医了 小雪啊 这位是 爷爷 这是我 嗯 我男朋友 哦 好 好啊 咱家小雪 咱家小雪 终于有男朋友了 爷爷 什么叫我终于有男朋友啊 好像 我没人要一样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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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 医生 医生 那老爷子这次病狂 切弄了他 肺部的成年就伤 必须马上手术 但是以现在的身体状况 怕是有百分之九十的概率 下不了手上台了 难道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如今啊 我给他开些药 结果一些痛苦 但是根治的可能性 不是万大 谁说治不累 年轻人啊 口吱不小啊 这连温神医都不能根治的病 你个毛都小子 难不成还有什么办法 连辰你真的有办法吗 有我在 你就放心吧 第一指 沈宗宣 这银针有违一场 他竟然能一下子 不拼不移的刺了进去 怕是连神医文娱案 也很难做到 第二指 不老许 搞定 你老爷子 竟然真的醒了 醒不来了 爷爷 你终于醒了 没想到 我在大街上随便抓回来的男人 竟然是个神医 小雪啊 你领他们先出去 我单独和这个小伙子 聊两句行吗 好 来 上这坐 小伙子 刚才我虽然昏迷了 但是我的意识还是清醒的 你刚刚用的针法 是不是回天真 老爷子好眼力啊 正是回天真 你叫什么名字 林辰 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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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对上了 混书带来了 我说 你 原来您早就认出我了 在你用回天真那一刻 我就知道是你了 只是没有想到 你和我们家小雪 你就认识了 知道 生缺了我后边许多麻烦 老爷子 实不相瞒 我跟小雪 其实是 假情侣 什么 老爷子 事情就是这样吧 其实我跟楚小姐 今天才认识 啊对 薛老头子还让我把婚书给您带过来了 还说当年给了您一块玉佩 当听亲信物 那块玉佩关乎我的身世 您看 得多少钱 才能把玉佩还给我 那可不行啊 你只有娶了我的孙女 我前面把玉佩交给你 您不是已经知道我跟小雪 没关系了吗 更更何况 我还不想这么早进入爱情的房子 你啊 也看到了 我这个孙女啊 又漂亮 又贤惠又优秀 又是我们楚家的独生女 你要是娶了她 就等于娶了我们楚和整个集团了 那你以后的人生可就逆袭了 你也太幽默了 那就算我愿意娶 也得小雪一架啊 那就要看你的本事了 反正你得让我的孙女心甘情愿的嫁给你 这样 我才能把玉佩交给你 看来我要拿回玉佩 就只能同意这本婚事了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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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碗水加成一碗水 一副药吃一天一天吃三次 持续一个月 加以针灸 你没有了病 对 谢谢你啊 明晨 说起来多亏了我孕小 在大街上随便找个人假扮男朋友 竟然就遇到了个神医 治好了我爷爷 对了 小雪 还有一件事情 我要告诉你 什么事 这是我和你的婚姝 所以和我定下婚事的人是你 蜀小姐 我知道你一定也不愿意嫁给我 毕竟有哪个女人不像我轰轰烈烈的爱情了 那就算不轰轰烈烈 也有两情相悦 而不是被人强行撮合到一起 强扭的关虽然解渴 但是 会便宜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我爷爷会给我和你定下婚姻 他一定让我履行婚姻 但是现在 我确实不想 不是 不是 你意思是我去拒绝这门婚姻 啊 不 不是 我 蜀小姐 我承认 你长得确实很漂亮 能娶到你 肯定是我莫丹的东西 但是 娶媳妇也不一定要娶特别漂亮的吧 那也那两个人你请我愿 合得来你是吧 那你是什么意思 哎呀 我这次来楚家是想拿回薛老爷子送回来的玉佩 只有拿到了玉佩 我才能知道我的身世 这件事 我说了不算 还是得问过我爷爷 啊 哎 王同意 林晨啊 你刚刚不是已经答应我了吗 老爷子 我们俩之间根本没有感情 您总不能看着您的亲孙女生活不幸福的 小雪啊 你是怎么想的 林晨 嗯 我要跟你结婚 老婆子 我在病床上躺了这么久 很想出去晒一摘太阳 你能 拧我出去呢 我刚刚不是已经说好了 你怎么 我父母早逝 是爷爷奶奶把我拉扯大的 我不想让爷爷失望 更不想让他伤心 所以我会和你结婚 形式上的婚姻 你是说 假结婚 对 有名无实 不行不行 我还要娶老婆呢 这一领证我就成了已婚男人 那岂不完蛋 你不是想拿回玉佩查清身份吗 三个月后我就跟爷爷说我们性格不合 到时候你也拿回了玉佩 我也不算不服你 三个月 嗯 那既然是假结婚 除了在家里面假装夫妻以外 我其他的活动你可不许干涉 你只需要在爷爷面前配合我演戏就好 其他我不干涉 你去泡巴也好 聊妹也好 都跟我无关 只有一点 别在爷爷面前暴露就好 成交 好啊 好啊 这回就好了 我原本担心啊 哪一天 我和小雪的奶奶走了 小雪没人照顾 这回小林你来照顾她 我就放心了 爷爷 你瞎说什么呢 你肯定会长命百岁的 是啊 我还等着你们 给我生虫孙子呢 爷爷 小林啊 你知道 我就这么一个孙女 我知道你很有本事 老头子我别无所求 只是不管将来遇到什么样的风浪 你一定要保护好我家的小雪 行吗 爷爷 您放心吧 既然我已经和小雪结了婚 那她就是我的妻子 我一定会保护好的 有你这句话 爷爷就放心了 爷爷还有一件事 请你帮忙 您说 我想请你到小雪公司 给小雪减轻一些压力 爷爷 我自己一个人去公司可以 爷爷知道知道 你很厉害 我呀 我呀 只是想 不让你那么辛苦 那么累 有小林帮你 你也会有些时间 陪陪爷爷 万一哪一天 爷爷要是走了 陪陪陪爷爷 你说什么呢 我 我答应就是 好 好 好 还不知道去了公司 要面临什么样的情风缺雨 哎 婚没退场 领了个证 谁顾你们来的 你说 胆子够大了 敢和我们这么说吗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应该是吴嘉峻吧 我不知道你得罪了谁 老板下的命令 我只负责执行 那你们想把我怎么样 打一顿 废了吗 还是直接 拿刀砍死我 你还挺有觉悟的 别着急 咱们 慢慢 咱们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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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林晨 他可是我们公司三大顶尖高手之一 能死在他的手上 也算是你的福分 你这身法可以 你不下场露一手 大哥 我就是听令办事的 你想知道尽管问 求求你饶了我吧 你倒是还挺实物的 说说吧 到底怎么回事 我叫赖一亮 来自黑厨公司 我们表面上是一家劳务公司 其实啊 是在背地里听一些色 我们老板叫李洋文 人称文革 我就是他的助理 昨天嘛 文革吩咐来办这事 还说要全程不像 说是客户要做 不过我真的不知道 雇主是谁啊 毕竟你就是个小的 那个人的功夫 还挺不错的 你刚刚说他是你们集团三大顶尖高手之一 那另外一名 他叫马定 外号快刀 另外两个是铁拳周明浩和恶鬼陶昆 他们并称黑竹三姐 不过 他们都没有你能打 看着你这么配合的自然 我可以找你 不过你也帮我带句话 大哥 您尽管吩咐 有人向他买我的命 按道理来说 他动什么 我现在就应该过去算 不过 我可以给他一次机会 三天之内 如果他干掉雇主 那么这件事就算了 三天之后 如果雇主还活着 那不好意思 他得 大哥 您的意思是 文哥和雇主 只能活一个 回大门 滚吧 谢大哥 谢大哥 雇主和我只能活一个 口气倒不小嘛 是的 他就是这么说的 而且那小子下手是真狠 三两下 就把马定他们打到地上 啪子起不来了 下手狠 我看看他 能不能狠得过正 这小子有胆子来 老子就在这等着呢 大哥 您说这事吧 咱们终究是受人之托 那小子 看起来就是一条过江龙啊 咱们有必要自己扛吗 你懂个屁 吴家和我们合作了这么多年 多少业务是交给咱们做的 难不成 你让我杀了财神爷的儿子 以后还想不想赚钱了 你马上给恶鬼 还有铁拳打电话 让他们回来 失去旅不好动脚 这小子既然要来 我们就在这里等着他 正好 解决了他 说吧 对为父有什么案子 销售部吧 管理轻松 适合偷懒 等我 进来 他去把资料复印一下 那 那 好 小雪啊 你这销售部是怎么回事 我怎么感觉被针对了呢 忘了跟你说 销售部部长是钱家的人 钱家是公司第二大股东 和储家水火不容 我和人事部打了招呼 他们应该是把你当成我的人了 你这不是在坑我吗 搞了半天 原来我就是那背锅侠成精了 呆不住 你可以辞职啊 但是你得自己回去跟我爷爷解释 我能呆不住 笑话 大不了百乱 谁怕谁啊 反正我不在乎 凌晨是吧 这些报表啊 下班之前全部都要给我录到电脑里 忙着呢 别够 这小子怎么了 上午不还乖乖的吗 你刚来 这些文件啊 能够让你快速的熟悉工作环境 赶紧去 我不需要 我警告你 下班前这些文件要是没录完 后果自负 李先生 打扰了 我是温宇安呐 您能不能帮我救治一个病人 干干活干活 情况紧急啊 好 把地址发过来 我先过去 你今天要是赶走 你信不信我开除你 开除你 老子告诉你 老子就是关系乎 想要开除 你去问我主件事 不敢 不敢就别逼你 温宇安呐 我父亲怎么样 莫老先生 气血紊乱 你大受死 这是受了内伤 您能治吗 我治疗内伤 并不散场 只能是尽力一试 您是天下名医啊 何来尽力一说 您要是能治 您就说 您要是不能治 我就另请高明 别耽误了 父亲伤情啊 温宇安呐 你给句话呀 能治是不能治 您要是治好了 我肯定不会亏在你 但您出手要治不好 我可不会就此算了 温宇安呐 您说话呀 您今天必须给我父亲治好 您要治不好 这温家医官 您又别开了 你们到底还治病的 还是个危机者 对呀 我爷爷自然会进行救治 这哪有你说话的份 告诉 今天必须给我父亲治好 要不然 我让你们温家 真在名利 哎呀 这求医续命 我倒是见不 协医续命 还真是头一会儿 真是开了眼 爸 爸 感觉怎么样吧 哎 好多了 刚才也把我憋死了 他暂时没事了 竟养即可 这份药一天吃三次 你父要吃两天 一共吃三次 你父亲的病 谢谢您先生 除了这两箱钱 这张卡有五百万 请你不必收下 钱就不必了 请你们离开 玉安馆这座庙小 装不下你们这些大方 就算你们以后再来 我们也不接待 你知道我是谁吗 敢这么跟我说话 信不信只要我一句话 这玉安馆他明天就开不了 所以呢 我就该把你捧着 对你毕恭毕敬 我知道 你要么有钱 要么有权 要么有钱 又有钱 但是那有 我吃你家大米了 就要看你脸色 你谁啊你 陌先生 这位是凌晨 他也是名医生 论实力 远在了之上 啊 初出忙 我不是天高地厚的小子 温医生 看来你是治不了 你这四大名医的水分 也不少啊 看来这温家医馆 也不用再开下去了 我们走 看来你们是这么着急 凡灯康还有数字 你吓唬我 我没吓唬你啊 门在那边 你要是不信的话 可以走 陌先生 林医生的医术高级 比我可厉害多了 莫老先生 伤得很重 你现在要是换地方的话 先不说 能否找到 有能力救治的医生 光是时间上 你就耽误不起啊 虽然 我的医术 没有林医生好 判断不出准确的时间 但是 据我行医多年的经验 老先生 要是不赶紧救治的话 怕就挺不住了 你能治好我父亲 当然 那请你出手 救救我父亲 我是不赶紧救治稳 好 爸 年轻人不要失财傲物 你怎么知道就没有求我的一天 求 你知道求子怎么行 求医问药 你懂是什么意思 我不求你我没得死 但是你要不求我 你父亲刚才就得死 纵使你有千亿资产 那又怎么 君母 道歉 爸 我 林先生是我的救命完人 你怎么这么跟恩人说话呀 我 温医生 死在林医 救人无数 众人的治保我的病 那是我的命 哪有逼着医生打保票 给病人治保的 是我天下的病人都像你这样 那大夫还怎么给病人治病啊 我这不是给他酬劳了吗 是他自己不要的 道歉 我就看你在天上飘得太久了 都不会跟这场人说话了 你 温医生 林先生 对不起 刚才我还着急呢 你别人上都有冒犯 还是见谅 你们走吧 爸 林先生 今天你救我一命 等我身体康复了 必定登门拜谢 登门拜谢就不必了 以后也不用再来了 预安馆不是我的地方 我就是凑巧过来帮个忙 今日触手 对你林先生来说 只是举手之劳 但对我来说 那可是实实在在的救命之恩 林先生 这张卡请你无比收下 没别的意思 就是一点诊费 医生治病救人 本来就应该收诊费 行 这靠我收下 林先生 我是莫大红 是红象集团的 这位是我的儿子 莫金 林先生 今后在平江 有什么事情 请随时给我们打电话 我们会鼎力相助 走吧 温老 这个红象集团 到底什么来头 莫军武 拽的跟个二五八万似的 这红象集团 涉足医疗 生物 药品等多个领域 算是这个行业里的龙头 光他们控股的医院 就有好几家 在平江 红象集团的影响力 是非常大的 包括让 月安管关门 他还真不是吹牛 凭他的地理和能力 哪怕 我挂得谁一等名头 他要想让我在平江 混不下去 真就是一句话的事 那这里的钱 别人败 我什么也没做 您还帮我挽回这名秘 我说林先生 您就别再看我这张老脸了 行 那我就不吭了 走了 别出去 好 我送送你 爸 我知道这个凌晨医术很高 但是咱有必要做到这个步 温宇安无法治疗我 不但但是因为他医术不高 更大的原因是因为他是一个普通人 不是实际人 没有内疾 所以无法划解我的内伤 内疾 你说林辰他是修行者的吗 林辰能治内伤 说明他也是修行者 如此年轻 挺一边有雄红的名字 说明他贴富足运 而且必定会有厉害的师父教导 林辰今天救我一命 这是恩情 同时也是他机会 他今天出手 完全是为了温宇安 你给他五百万 他都不要 说明他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心事全财的人 这样的人 你要跟他交好 只能有真心 爸 我明白怎么做 另外 为了防止那个人 再对我动手 你再给飞龙公司打个电话 让他派最厉害的高手过来 价钱 随他们开 好 我这就对 叔总 你看看他林辰 上班第一天就敢公然打领导 都把我手打成这样了 哎呀 我最讨厌背后说别人坏话 哎呦 还挺爱惜自己的嘛 他打了个石头 要不 我帮你看看 初总 他第一天上班就无辜矿工 必须开除他 初总 他第一天就敢无辜矿工 必须开除他 看看这是什么 这是我跟温家医院签下的采购合同 一千八百 我出去啊 签合同去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陈总 莫非你想刁难新员工 不不不不 初总 不是这个意思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还是不敢有这个意思 林辰 你刚入职就签下了这么大订单 我决定升你为销售组长 哎呀 哎 谢谢初总 你放心 我保证以后一定会多多努力 多向前总学习 陈总 我都赶紧 我都赶紧 行了 这下开心了 上班第一天就把人家胳膊都摆断 我又不是故意的 第一天上班就签下这么大订单 90万给你提升 这么多 哎呀 我要钱没用 都拿到你卡上 再说了 我现在吃你的住了的 我现在吃你的住了呢 呃 就当是房租了啊 哎呀 我给你买了辆车 你去开吧 嘶 这被富婆包养的感觉是怎么回事 哎 但是好喜欢 这女人可真是够辛苦 都几点了 还在买 有事 没什么事 就是看你这么晚了还在忙 过来关心你 这家伙也会关心人的吗 公司的事 对 明天要开股东大会 所以有些东西得准备好 你堂堂一个公司的老总 准备东西的事应该交给下属做才别 公司竞争如同溺水行舟 不进则退 要想继续发展 就必须得拓展新的盈利点 所以我准备收购一家药厂 正式进军医药行业 但是 很多股东都没有危机感 认为现在这样就挺好的 也就是说明天的股东大会 你要设计他们 嗯 我们楚家在集团占股只有25% 如果支持者无法达到51%的话 这一项提案就没有办法通 楚家占股无非四分之一 至于你这么劳心劳力的为公司操心卖兵吗 他们一帮大卢赢了就这样的态度 把公司发展的重要责任交到你一个女人的头上 大不了你卖股撤资 另起炉灶发展自己的事业 想怎么发展就怎么发展 楚河集团是我爸爸的心血 如今落到我手里 我必须把它经营好 而且现在还涉及到家族的一些其他事情 我没办法 也不能说放弃 这样 那就想办法收回他们自己的贡献 你说的倒是轻巧 公司发展良好 每年有不少分红 谁会想要卖掉股份呢 我想收购他们的股份 他们还想收购我的股份 再说了 如果要收购26%的股份 至少得好几个亿呢 我可拿不出那么多钱 哎呀 没关系 办法总比困难的 谢谢你啊 我现在心里好受多了 你那是什么标情 你对我笑了 这是你第一次对我笑 你赶紧工资 你赶紧睡觉去吧 我还得工作呢 行 我这就走 不过小雪 你没事就要多笑笑 不要我是板着个脸 在家里面 不需要维持你公司老总的形象 你笑起来真好看 大哥 刚刚黑主来报 他们没有顺利干的凌晨 废物 但是文哥刚刚说了 已经叫了铁拳和恶鬼回来 凌晨 闭死 只要干掉这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凌晨 楚家雪就是我的囊中之物 有了楚家座靠山 平江湿 就是我吴家俊的天下 林先生 请 林先生 我们到了 哎呀 不愧是豪宅别墅去啊 这安保水平可是真高 呃 这些不是小区的保安 是我终于聘请过来保护我父亲的 啊 是有人要对你们不利吗 我父亲受的伤 是昔日的一个仇家所谓 如果不是他想让我父亲 在绝望中一点点死去 恐怕当时就死了 啊 这也是今天在家宴请林先生的原因 我怕我父亲出行在外遇到危险 啊 请林先生见谅 不碍事 走吧 林先生这边走 爸 林先生到了 林先生 大家光临有事远迎啊 莫先生久等了 哎 请坐 这么丰盛的菜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哎 这都是家常便饭 我们随便吃点嘛 今天我正好来了啊 刚好给您复诊一下 哎呦 那好啊 来来来来 您的身体已无大碍 待会儿啊 我再给您开副药方调理身体 那就多谢林申医了 您客气了 那咱就别客气了 林先生 请 来来 请请请 好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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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先生 那个人又来了 我们挡不住 我带你们从后门先射 什么 爸 林先生 先别说了 快跟我走 走走走走走 快开车 莫先生 你们先走 我们拖住他 啊 啊 啊 有些事情啊 终究是要弄个结果的 抱歉林先生 让你置于危险 此事与你无关 陈总 莫大宝 之前是你命硬 居然被人救了 我就看今天 谁能救得了你 少师姐 你想杀的是我 我满足你 我不逃 但是得有一个条件 你得放过我儿子 想逃 你能跑到最后 一天不光你 你什么呀 都热死 上师姐一个疯子 当初是我爸带你出去闯荡一起做生意 你自己走了邪路 还要坑害我爸 我们家念在旧情不伤你性命 你不懂得本恩就算了 还变本家里又坑害我一家 你还有没有人性 你才跟我讲人性 你爸孩子我在监狱待了二十年 怎么就二十年 你说的是二十年 我是错的 我每天在监狱里 人家当人做 我苦练了二十年 才学的一三五一 今天我来 就是全你们一家的狗命 苦练二十年也算是有空心 可惜了 白脸 哪来的黄毛秀 就你 也想替他认出他 今天算是倒了 人家墨家人 一起去死吧 墨先生说的果然没错 你确实是个疯子 说我是疯子 去死吧 去死吧 林先生您没事吧 我没事 他伤不了我 幸好今天请了林神医 否则 今天我们全家都要设在这 林先生 我赶紧解释一下 今天请您到家里赴院 就是为了爬到外面 会遇到危险 我们实在不知道 他今天会出手 实在没有设计您的意思 默总无需多言 我能看得出来 那他怎么办 这个交给我墨家处理就好 绝对不会牵扯到您 如果有需要 您随时联系我 我们墨家会替您善后 林先生 谢谢你 你先前替我执上 救了我一命 今天又救了我和军武 今后林先生有任何事情 尽管吩咐 我们墨家 必会报答你林先生的大恩大德 我还真有一件事情 想拜托吗先生 好 公司发展到平均要突破 必然要尝试全新的行业投资 找到新的盈利点 希望大家都能支持这次的投资计划 收购林海第六这样厂 那可得不少钱 我们公司的账面上 可没有那么多的流动资金 贷款的话 对啊 贷款 费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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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多少负贷 目前 公司的发展 非常的稳定 何必那么着急呢 股子卖大了 那可是会吃着蛋的 一群断食的老东西 扯事不足败事 这样的企业 真的要前途 钱总 您怎么看 我们呢 都听你的 钱不易从来都和我唱对台戏 甚至为了反对而反对 他只要一开口 这件事多半怕是困难 楚总啊 我有几个问题 你说 收购林海第六制药厂 可有反复 我和他们董事长谈过 随时可以签 我有信心 在三亿以内成长 我们需要贷款多少 前期 我们可以从公司抽掉流动资金 我们差的 费多了 贷款那边可有弹妥 我和几家银行谈过了 贷款两亿 没有问题 咱们公司需要发展 确实需要不断拓展业务 我可以支持你 但是贷款两亿 外加抽掉公司资金 这对咱们公司的影响 确实非常大 如果投资失败了 如果我失败了 说明以我的能力 不足以领导公司 我会辞职 好 我支持楚总的决策 你就挡着辞职吧 秦哥 这事你怎么想的 放心吧 我呢 跟银行已经打过招呼了 他一个小姑娘 翻不出什么浪的 合同一签 定金一付 银行贷不出款 到时候 不仅钱拿不出来 还面临高额的违约金 您再承认完成贷款并购 就能一日将储家彻底踢出去 您这一生 漂亮的 哈哈哈哈 走吧 走走走 什么 我们公司贷款办不下来 为什么 喂 喂 喂 李行长 我们 林秘书 现在去查一下 为什么我们的贷款 会被银行拒去 是不是有人在背后搞购 好的 舒总 我现在就去 不用查了 整个平江市 没有银行反贷款 给你出家学 你家俊 你来干什么 出去 都老熟人了 这个态度 靠钱啊 给你带了礼物的 楚河集团马上就会被查办 楚家学 还狂呢 楚家学 还狂呢 楚河已经穷途陌路了 自信练断 企业停业查办 不出十天 楚河得破产 是你刚才知道 现在知道也不 不过呢 能给你个机会 只要你现在 那些人求我顺住了 我会放过你的 做梦 楚总啊 你陪我睡一晚 我帮你把这件事解决了 并且 告诉你幕后指使的人是谁 不吃亏 如果你不懂 等着楚河分崩离析吧 这呢 是一个教育 你可以选择同意 也可以选择不同意 这选择权骂 就算是楚河分崩离析 我也不会忘了 没关系 我没什么损失 不过呢 你在九泉之下的父亲 他是会很荣幸的 他一手创办的楚河集团 没想到最终败在自己女儿的手里 他会很痛心的 我去 赶快出去 妈 回家去 孩子都跟我同情 还当自己是省城楚河大小姐呢 走 妈我告诉你 楚河现在已经是楚沙哀的 今天就是楚沙哀让我来睡你 目前得睡 还得直播给他看 来看镜头 看着镜头笑一个 还得笑 没什么 出来上班是求财子 只要你当做今天没来过这 我给你一百万 两百万 三百万 五百万 说 谁让你来 谁让你来 楚沙哀 那你来干嘛 他让我拿着心意 你来逼楚沙哀和我杀手 让我拍视频 发布我 内诚 就这么放过他了 杀人是犯法的 没那种垃圾做了 不知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吴家军 你非死不可 黑竹公司 还是挺好找的吧 你好 我找李总 路不通 滚 这么宽的路 我觉得它是通的 那你过去啊 哼 真的他妈是阎王好见 脚骨 给我干了 走 给我干了 走 没人啊 李总在办公室等我 去 铁拳和恶鬼都在 再加上外面几十个大手 李良文这是在手朱带兔 不是猛龙不过江 兄弟这条过江龙 今天恐怕要蛇在这儿 变成蔡青虫了吧 李总的阵仗可是不行啊 不过单凭他们两个 吓唬吓唬小孩还可 可保不住你 臭小子 你很嚣张 信不信一拳打爆你脑袋 嘴巴够硬 希望你能一直这么硬 待会儿给求饶 李总 我就问你一句 我拖累一辆向你传的话 你知道吗 知道 我和他只能活一个 呵呵 看来李总似乎不太相信啊 哼 我想到一个更好的办法 你想不想听一听 信不信 那就是你 去阎王的报道 只有你死了 那就皆大欢喜 什么事都没有了 你觉得怎么样呢 哈哈哈哈 好主意 所以今天李总准备这么多人 原来是一场 小跟我啰嗦 你小子 这老子的地板 是龙 你也得给我盘着 是虎 你也得给我趴着 吓唬老子 老子出来混社会的时候 你还没出生呢 哎 人好好活着不好 为什么非要去死 既然做出了你的选择 那我就成全人道 给我杀了他 给我杀了他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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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错了 我劝过老板 可是他不听我的呀 我毕竟只是一个助理 这我也没有办法呀 大哥 我也是受他人指使 奉命行事 求求你 饶了我这一命 饶了我 哎 大哥 我可以替您收拾这里的残局啊 你确定你能收拾得了 能 我能 大哥 您把这里交给我 您不会有任何的麻烦 李良尔死了 可是雇你们杀我的人还活得好好 大哥 只要我听一句话 我这就是弄死的 所以雇你们杀我的人 到底是谁啊 所以雇你们杀我的人 到底是谁啊 吴家俊 是吴家俊 吴家俊 吴家俊是你们黑竹公司背后的大人 不不不不 吴家就是个做房地产开发的 我们啊 只是合作关系 黑竹公司的背后呢 是澳天集团 澳天集团 大哥 您不知道澳天集团 哎 这澳天集团啊 是平江首屈一指的房地产公司 吴家虽然也是做房地产的 但是和澳天集团比起来 那就是小屋见大屋啊 也就是说 他是澳天集团咬一跳 对 又是看门拢 让要谁要谁 这李良文呢 原本就是跟着澳天集团董事长 赵一恒混了 这赵一恒做大了之后呢 就让李良文开了黑竹 笼络打手 替他呀 在背地里做一些见不得光的事 打狗还得看住 现在李良文死了 那赵一恒是不是得替他报仇 哎呀 大哥 这事我还真说不好 这毕竟赵一恒怎么想李良文 只有他自己知道 所以 吴家虽 三天 大哥 您给我三天时间 我一定让吴家虽死无葬身之地 好 那就三天 还是老规矩 要么你死 要么他死 要么你买一张机票 滚得远远 反正我也没关系 不 大哥 我的一切都在平江啊 这除非我死了 我是绝对不会离开平江的 好 有消息给我打电话 好的大哥 您慢走啊大哥 全部都给我让开 全部都给我让开 大哥我就不送你了 我还得回去收拾残局 好 真正 嗯 不 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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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只怪你得罪错了 大哥 事已经办妥了 好 我知道了 接下来就是赵家赵一恒 等到这些马前卒都死光了 躲在背后的人就该出来了吧 楚总 以上便是公司的财务情况 如果再没有资金注入的话 不仅员工的公司发放会出现问题 就连我们的生产线也会受到波及 可能会有停产的风险 楚总 之前你信誓旦旦的说会解决问题 可如今一周的时间过去了 你好像根本什么都没有解决啊 当初我就说过 波子卖大了会扯着蛋的 可楚总你就是不相信 现在把大家都带进坑里了 都起过来了 这下好了 就是如果不收购药厂 就什么事都没有 现在倒好 真是乌漏偏逢连夜里啊 我们楚河集团发展的这么好 居然都带不下来款 楚总 那能力有问题啊 总究啊 年轻了 嘴上无毛 但是不劳 朱总 您可是承诺 如果出了事情 如今事情都这样了 您准备 很多呢 辞职吧 朱总 之前啊 您可是立不居立状 如果办不到 就辞职的 公司已经到了重要的生死存亡时刻 我们不能再任由你任性下去了吧 我们可得为全集团负责任啊 是不是啊 辞职吧 对 辞职吧 如果就解决不了问题 就不要坐在这个位置上吧 辞职吧 是 我是说不会解决资金的问题 如果办不到我就辞职 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方 林晨 这里是公司高层会议 你闯进来干什么 出去 我在门口碰下了这个人 说是找出风有急事 我打听到出风在这里看了 莫军武怎么来了 莫总 这是我们公司的内部会议 您不便参与 不是这样 你有什么事情 等我们的会议结束之后 咱们相谈 我今天来 去找胡总签订贷款合同 只要你签字 两个亿 马上到账 莫总 我之前好像没有联系过你 但是我知道你 我也知道楚河集团急需一笔贷款收购药厂 如果没有这笔钱 楚河集团岌岌岌可危 所以我来了 莫总 您为什么要帮楚河集团 你有什么条件 没什么条件 这笔钱跟银行贷款一样就可以了 我带着御师 合同马上就退遍 您能告诉我 这是为什么吗 因为你父亲曾经帮过我 没有他 也就没有我的今天 可惜 楚先生一年早逝 没什么机会报恩了 现在帮你 也当是还楚先生一个恩情 万万没想到 事到如今 还有人送钱上门 一旦资金问题被解决 就再也没有理由 让楚河集团下台了 赵义恒 一定不会饶了我的 好 签 现在就签 不过 我丑话可说在前列 这个合同如果要签了 钱如果到账 就当我之前什么话都没说 但是如果这份合同签了 钱如果还没有到账 你还得辞职 我还得辞职 好 我就在这 当着你们所有人面前 那两个亿可以打款了 初总 钱应该已经到账 初总 钱 两个亿到账了 谢谢你 莫总 明晨 这件事是不是和你有关 赵乡 事情经过的就是这样 今天莫军武他突然上门 现场签约 现场打签 我根本都没有阻止的机会 太让我失望了 养你这么多年有什么用 赵乡 我都是按照您的吩咐去做的 但这个林晨很邪门 只用了几天就挤走了销售组长 今天啊 莫军武上门 就是他亲自领进来的 林晨 对 就是他 而且 这个林晨还很能打 我这胳膊 就是他弄使得打 我带了 阿龙 进来一下 老板 你找我 教授阿虎 报阿虾 你们四个 给我干掉一队 我们四个人一起出手 谁啊 林晨 他呀 我一个人出手就行 哪里用得上四个人啊 小心使得万年船 记住了 你们四个一起出手 给我干利落点 好的老板 回来了 莫总的投资 你帮忙呢 你说啥呢 莫总的这笔钱 是不是你帮忙联系的 这么多年 我可从来没听我爸有这么个朋友 而且也没有联系 大姐 两个亿呢 你觉得 我有这个面子 哪有那么强势 你就告诉我 是不是你 哎呀 真不是我 今天早上我去的晚 在门口就碰见他们了 他们说是有关于贷款的事情 我就把他们直接带进会议室找你 是不是我心里听 这个就当做你的讲理 郁少 吴家俊死了 吴安便卖了所有家产 带着情妇和私生子跑去国外 有点意思 谁杀的 吴家俊云称是半夜登山望月 意外追压身亡 显然是托死 因为吴家俊两天前曾被紧急送医 疑似被高手用特殊所谓写上 说结论 还在追查 不过 黑竹集团出面 暗中清理了吴家俊的死亡线索 根据现在的消息 属下判断 应该 有修行者暗中帮助楚家学 修行者 原本以为吴家俊对付楚家学 不过信守年来 没想到居然翻车了 看来我那堂妹确实有点本事 竟然能笼落到修行者 我给她卖过 看来长得漂亮 确实有点本事 遇上 接下来 我们怎么做 基于协议 我不方便直接对她出声 否则 会被家族内部人员攻击够 不过 有修行者暗中帮助 用普通的方法对付 也没什么意义 这样 你去一趟赵家 告诉赵一 只要他能灭了楚河集团 毁了楚家学 算我楚天宇欠他一个人情 是 看来我们还得多待一段时间 就等出来旅游了 反正你也不愿意待在大家族里 凡是你了解我 家族里事情太多 老人家也多 待着压抑得很 不过有一点 我现在可以了解 就是我那位 未见几面的唐叔做出的抉择 不过他太弱 他不了解 在修行者的世界里 弱 便是最大的原罪 好香啊 明依 你这厨艺 可是越来越好了 这可不是我做的 这是林先生亲自下属做的 这厨艺我可比不了 凌晨 凌晨 居然还会充饭 来喽 快坐 快坐 快尝尝味道怎么样 好吃 没想到厨艺竟然这么好啊 还凑合吧 做些家常菜还行 没什么刷啊 爷爷 你也赶紧尝一个 对对对 我去 你今天给我做饭 还要送我上班 很反常啊 哪里反常啊 还不是因为你昨天晚上亲我预考 我母胎单身二十多年 谁能受得了 害得我情不自禁变舔狗 她们想要乱船 你在这儿呢别会 我下去 冲我来的 你倒是挺有自知之明啊 谁派你 看来你小子仇家不少 不过不要紧 你认为是谁就是谁 反正结果都一样 结果都一样 这事准备干掉了 看来还真把人得最好 你们四个看起来都挺厉害 赵一恒派你 我叫阿龙 下去之后记得我 免得当个冤死鬼 好好活着不好 为什么总想要别人 反正嘀咕啥呢 就是想跟你说一个日子 你以为干掉黑竹集团那几个小别三 你就天下无敌了 天下无敌倒不是 不过 阿龙 阿龙可是画金高手 虽然没有跨越巅峰夜出那几 但是却已经能够一拳打死野牛 同批结果 竟然被林晨给秒杀了 一起上 给阿龙报仇 阿龙 阿龙 赵一盒让你们来的 赵一盒让你们来 是 我们是老板的 保镖监打手 外人称我们的四周周 你们老板家里 有多少人 住在东山别墅七楼 还有几个保镖 家人都在省城 因为他有很多业务 都在省城 大哥 您有何吩咐 打听个事 赵一盒是不是有四个大手 被称呼为四兄兽 是 四兄兽跟随赵一盒多年 实力很强啊 是他们吗 这四凶兽竟然都在了 下一个是谁啊 赵一盒 这凌晨果然是不能得罪啊 是的大哥 就是他们 是 阿豹 阿龙 阿虎 还有阿笑 对 他们四个没错 现在他们四个都死了 能处理吗 好 他们 都死了 他们是澳天集团赵一恒派过来 准备干掉 毕竟我之前杀了他的人 也算是打了他的脸 你的人生 都是如此惊险刺激的吗 动不动 就是被杀 杀人 我从不主动杀人 但如果要是有人来杀我的话 我也绝不信此手段 毕竟 我这个人吧 别的不愧 杀人和救人的手段 倒是熟悉的 你害怕 不怕 我也说不清楚 像是恐惧 又好像是兴奋 就是那种 心脏猛跳 身体忍不住地在颤抖 好像 身体本能在害怕 可是精神又觉得无比刺激 无比亢奋 就那么几个瞬间 我感觉 我仿佛一下子都要熟悟了 冷静一下 他们是来杀我的 我这是正当防卫 而且他们的手上 不知道沾满了多少无辜人鲜血 我这也算是为民除害 你也不要因为我杀人 有负罪的 我也没什么负罪吧 我就是很 很 很什么 林辰 我对你真是越来越好奇了 以后你不想说的话 我就不问 我相信你 你这么信任我 该不会是喜欢上我 要知道一个女人喜欢上一个男人 就是从依赖来 大哥 您还有什么要吩咐的吗 没什么事了 辛苦你了 早点回去休息 不辛苦不辛苦 能为您效劳啊 那是我的荣幸 大哥 你以后要有什么事啊 就随时给我打电话 我24小时待命 好 好的 那我们先走了 大哥再见 大嫂 再见 你你先下去吧 你要去哪 去 回礼 赖一辆 把赵一恒地址翻 哪儿来的乳羞未干的小子 敢在这儿撒野 林辰 你也太忙我们赵家当回事了吧 哼 你们赵家真是上蹿下跳蹦打的力 既然你找上门来了 那咱俩就心脏旧账一起算 好啊 正由此 你们两个谁先试试 你们两个谁先试试 林辰 你个乳羞未干的臭小子 跟我赵一恒斗 你有这个实力吗 过来啊 吴先生 那就麻烦您出手 把他给我废了 林辰 我要是伤了你 你可别后悔 有两下 吴先生 直接给我杀了他 俺之前谈好这家一千万 再加百分之五十 好 成交 小子 你命不好 下辈子投胎 你投的好点 看你刚刚的招式 是秦林武家 我是武家人 不过离开武家已经多年 跟武家实责没什么关系 怎么 想拍交情 那可不行 我这人活的现实 只认钱 既然赵家已经出钱 小子 你就认命吧 武家人我倒是认识一个两个 但是不熟 不过 我可以给你一个机会 我没听错吧 你 给我个机会 你现在马上滚蛋 我可以饶你一年 但你要是动手 你那些没花完的钱 就留到地下 你那些没花完的钱 就留到地下 让我滚蛋 臭小子 你练了几年 就不知天高地高了吧 好言难劝该死的鬼啊 你觉得你行 那就来吧 放心 我不会让你死得太快 黑蝎掌 如此陰险的掌法 要是被武家人知道 怕是要废了你一身修行啊 胡说八道 走 不可能 你如此年轻 怎么会有如此深厚的内密 最久好 你可以留到地下去 不可能 难道你达到了化气为钢 钢气护体的地步 还不算太本 不用当一个糊涂鬼 到你了 到你了 好 算你厉害 今天我认栽了 你话说个道 这个事怎么才能聊 你之前雇人对我动手 又雇凶杀 如果不是我有本事的话 都已经死两回了 你说这事怎么聊 林介绍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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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给你 咱们好好谈谈 行吗 行 过来 多有些疑惑 想让你帮我解答一下 那个 林先生 阿龙他们呢 他们想让我下去 我就先让他们下去了 林先生 我正栽了 您开个价 让我赔偿多少 你为什么要针对 楚河集团的女总裁 楚家雪 你和楚家 或者她有仇 你和楚家 或者她有仇 楚 楚 楚家雪 我听前部一说 您是楚家雪 介绍进入的 楚河集团 您和她什么关系 你好像没有搞清楚 要不 我让你清醒清醒 我和楚家没仇 这不有人跟我做了个交易吗 几个月前呢 我这不参加一个项目的竞标会吗 就有人找到我了 说 让我毁了楚家雪 这个项目就能让我竞标成功 一开始 我当然是不信了 没想到 他当住我的面 就是一个电话 十分钟之后 这个项目就内定是我了 那我不得信手承诺吗 就让那个钱不易 从内部去 拔解楚河集团吗 贷款的事情 也是你在背后考的鬼 商场路战场吗 我这么说 也没什么不妥吧 那让吴家进入视频的人 也是女性 这个可不是我做的啊 是我做的我都认 如果说您是为了楚家雪出头 您说 赔偿多少我都愿意 保证以后 再也不找楚家雪麻烦了 那你怎么向你背后的老板交代 那我更在乎的是我的命啊 为了他我丢了命 不值 所以背后的指使者 到底是谁 这 楚家 楚天宇 这个世上有些人锦衣玉食 有些人穷困潦荡 但无论你是贫穷还是富裕 有一件事是公平 大家都只有一条命 你想要我的命 那我现在就要 林先生 您千万别杀我 我给您一个亿啊 钱可以让很多人给你卖 但此刻却买不回来你的命 你呀就下去好好唱 我倒是可以给你一个机会 林先生 感谢您的不杀之恩啊 以后再平江 不管您遇到什么事您尽管分布 我赵义恒定为林孝全马之劳 张嘴 这个毒药呢三天发出完 我给你三天的时间 把楚天宇这个缩头乌龟给我带来平江 我要亲自己 昨晚你就睡在这儿 我昨天晚上去办了一点事情 回来的探完怕吵到你 所以就睡这儿了 公司的麻烦 是时候和楚家雪开诚不公的聊一聊了 我可以帮助他 就当是偿还人情 但是至少得先了解真相 我得到消息 赵家被人指使要坑害你 所以我就去了赵家 然后又从赵家口中得知 指使赵家的人 是楚家的楚天宇 刚好你也是楚家的人 所以你知道他吗 楚天宇 果然是他 楚天宇 果然是他 到底什么情况啊 楚家是个大家族 内斗很激烈 我父亲楚松青 是楚家二代中最接触的 也是同辈中公认的 最有希望 能成为楚家家主的继承人 他最大的竞争者 就是如今的楚家家主 也就是楚天宇的父亲 楚送风 但是后来 我父亲违背了家族联姻的一语 执意娶了我母亲 慢慢那些家族里支持我父亲们 并改为支持楚送风 我父亲没人支持 在和楚送风的竞争中 逐渐处于下腹 再后来 我父亲带着我母亲 离开了楚家 在一次旅游途中 遭遇了袭击 我父母 接丧你 所以是 楚送风干吗 毕竟 只要我父亲活着 对于楚送风来说 就是最大的威胁 以他的性格 势必会斩草除肯 消除祸患 可惜 我没有成绩 你父母都死了 他们还不放过你呢 我父母死后 可能因为我是一个女孩 他们楚家人 之前并不是很在意我 但自从我接受了楚河 他们就慢慢地开始对付 我已经感受得到 这已经不是题词了 哎呀 看来啊 生在大家族呀 也不是那么好 是吧 连普通的生活都过不了 所以 你这么努力地去经营楚河集团 是因为 这是你父亲留给你唯一的遗产 是你父亲留给你唯一的礼物 还是 你有其他的打算 你有其他的打算 两者都有吧 楚河集团 是我父亲离开楚家之后 亲手创立的 我不希望它消失 另一方面 我希望楚河可以雄霸一方 这样 我就有时间和精力 去调查当年的事情 给我的父母报仇 我知道 这个想法很难实现 毕竟楚家 不是靠钱就能打倒的 他们想要抹杀我很容易 我最好的选择 就是卖掉楚河 拿了钱 离开平江 甚至出国 永远不再和楚家有任何牵扯 但是你肯定不会这么干 否则你会留有遗憾 肯定会不甘心的 对吧 确实不甘心 但最近发生的事情 让我又在反思自己 何许 以我的能力 足以让企业壮大 但却没有能力 能与他们的阴谋轨迹抗衡 上次 吴家俊和钱不易那些人 就是受了楚天宇的安排 现在还有个赵意后 可见 楚家是不会善罢恨休的 你等我一下 凌晨 你拿着玉佩走吧 不要留在平江了 以免把命丢 果然 这种事 谁都不愿意插手 不过也好 凌晨 这样你至少不会被我连累 还能活着 哎呀 哎呀 哭了 你看 我就说你舍不得我了 我们只是协议结婚 三个月之后就可以分岛 杨标相同碰落了 你为什么要冒着 这么大的危险头 三个月 那还有很长时间呢 在这个期间内啊 你尽情的去干 你想干的事情 也我帮你了 不管能不能做成 最起码不留遗憾 可是 哎呀 可是什么可是 我是个孤儿 所以啊 你有一些执念 我能够理解 就当是 还老爷子个人情吧 是有危险吧 这点东西对我来说 来我以前几天 来 林诚 谢谢你 嗯 行了 别哭了 你再睡一会儿 凌晨 我好像真的喜欢上你了 小林啊 你过来一下 也有重要的事情 跟你谈谈 啊 爷爷 您找我有什么事情啊 楚家收拢了许多修行高手 每一个人都不是那么好队 我虽然是 我虽然是 楚家上林这种家族 楚从风是我的亲子 楚家的家规也有百年的历史 家族是真不得伤妻手足啊 楚从风这个人 你心独手辣 他直接杀害了小雪的父亲 母亲 我也就是因为这件事 你并不估计啊 小林啊 你不要顾定我呢 眼前最大的事情 就是我们家的小雪 楚从风他们 我早已不承认 他们是楚家的血脉 放心吧 爷爷 我一定会照顾好小雪的 你这块玉哪来的 是小雪刚刚给我的 好啊 既然如此 有些事情该告诉我 你不是想知道 你自己的身世吗 想 你的父亲叫林软 母亲叫冯兰 是京西 冯家 据我所知 冯家上上下下 都不同意你的母亲 和你的父亲来了 你的母亲 为了追求真爱 和家里断绝了关系 去找你的父亲去 他们还挺棒吧 二十七年起 也就是你刚刚出生不久 九华山太阳湾 度假村 有一场修行事例 秘密聚会 参与者有五家宗门 每一家都是实力彪悍 为的就是争夺你手里这块 天祺域的父亲 突然出现挑战各门派高手 连战连胜 以武力夺得了这块天祺域的所有者 各宗门不服气呀 他们违反了战前约定 一起围攻你的父亲 你父亲无意超群 斩杀重伤素质 父亲身受重视 不过他还是带着这块玉 冲出了重围 我当时没有参与追赶 后面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 爷爷 那之后还有我父亲和天祺域的消息 从那一天我就再也没有你父亲的消息了 他们至今是死是活还是个谜啊 那您知道这五大家族的名字吗 你想干什么 我想寻找出我父母失踪的真相 如果他们还活着 我就去找他们 如果他们死了 我就找出背后的凶手 一定给他们报仇 好 他们分别是天山柳家 河西月雨中 青湖催着 西亚雷铁东 你记 你的海骨 楚家 等等 临海楚家 爷爷 这块天祺域到底有什么用 能让这么多人为他拼命 据说这是一把钥匙 可以进入某一个神秘之地 传说进入这个神秘之地 叫长生的秘密 长生 这都什么年代 还有人信这个 人啊 都是怕死的 哪怕有一丝希望 人们也都会 趋之若鹜 可是这个消息 是谁传出来的 这我就不知道了 那我父母失踪以后 西京冯家人有什么动静 当时只有五家势力知道 其他人根本就不知道 当生的母亲不在现场 冯家人应该也不知道 爷爷 除此之外 还有什么是我应该知道的吗 当时追杀你父亲 楚家领头的人是楚松风 我只知道他回来的时候身上有伤 失口好认他杀害了你的父亲 楚松风 楚天宇的父亲 好了 该说的 我都说了 该怎么办 你自己决定吧 没想到我父亲被害了 楚家竟然也曾 不过楚家是楚家 楚家许是楚家许 既然如此 楚家也没有存在的必要里 我连五不归都安排给你了 居然还杀不死一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楚包子 不是 楚少爷 我被林肠给吓药了呀 他说 让林三天之内去见他否则我 我就得死 楚少爷 求求你了 您救救我吧 楚少爷 滚开 你说你赵家也有价值几十亿的资产 既然你这么无能 不如我帮帮你了 你赵家也有价值几十亿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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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前卖命的亡命之徒罢了 我杀他 不过十兆 很好 那就劳烦陈伯陪我去玩玩了 今天你到司机 跑开车哟 好 楚小姐 林先生 我家公子有请 我家公子有请 林先生 你别动 你要是动了 你猜结果会如何 楚天宇 对 楚公子有请 劳烦林先生 当一下司机 好 之前可没见过你 你也是楚家的人 我姓陈 单名一个怀子 在楚家已经四十多年了 现在我给公子当个司机 保护公子的安慰 楚公子以这样的方式邀请我们 可不太友好啊 怎么 是打算跟我送上准账 你侮辱了公子 侮辱了楚家 这账自然是要算的算 那楚公子是打算怎么吼算 废了我的修行 或者是杀了我 让我人间蒸发 我不知道 不过很快你这知道答案了 稍安勿造 他妹 我们又见面 他妹 我们又见面 妹妹还是这么漂亮 拿开你 他早上 表面笑嘻嘻 背后下还是卑鄙无耻 你说这里这么偏僻 周围又没有人 就算真的发生了什么 也不会有人知道 放弃你现在对我这个态度 是不是以为 我真的不敢把你怎么样 我还没有知道 以为你说几句好话 就会放掉 既然如此 何必要给你好脸色 那倒是 不过既然都来了 当哥哥的总要敬一下 地主之意 这么大的别墅 只有你们两个人 有点空白 都这个时候了 还这么淡定 看来你对自己的实力 很有信心 行不行 那得打过以后才知道 如果我真的打不过的话 大方就跑路 逃命也是很简单的 逃命 你不准备管他呢 打得过我当然要管 打不过我留下来也是白给 想管也管不了 你说是白色情 没错 楚天宇除了个背景 可以忽加虎威之外 其他也没什么好拿的助手 林晨 一只手就可以打不过他 还有那个老灯 你要是打不过他 你就快点跑 回头 等他落单的时候 就把我受的空 加倍还给他就好 土耳 你要是真能从陈伯手里头 我马上放 你要是不能 少不得 我就要留你在这看 一场好戏 少不得 我就要留你在这看 一场好戏 来吧大高手 让我看看 你到底有多强的时间 你虽然打死了五不归 但是修行一道 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陈伯 废他修 断他四肢 留一口气就行 好 尽力尽 啊 啊 啊 少爺 啊我的手 你看啥少爺我要讓你付出代價 啊 傷害少爺我要讓你付出代價 啊 我這一拳人臣必不敢等 因為一旦他躲 那一拳也算是傻交出價值 就這 怎麼會這樣 凌晨的實力怎麼可以比我強這麼多 啊 你 鋼器護體 你 你居然修出了鋼器護體 鋼器護體 鋼器護體 這怎麼可能 明晨不過二十歲出頭 就修煉出了鋼器 放眼整個楚家 也只有三個老祖修煉出了鋼器 如此年輕別修煉出了鋼器 你 要不是公法無雙 要不是深法無雙 更大的概率是二者皆有 我居然得罪了這 還是生死大仇的呢 少爺 你先走 你可真是出家的一條好鋼 如今能夠捨棄自己的性命 救他人的人可不得 我雖不姓楚 但是我竟出家四十多年 早已把自己當成是出家的一份子 先於是我看著長大 我將他使為我的後輩 今日這一切都是我自大造成的 既然是我的過錯 就應該由我去逆補這錯誤 你在楚家待了四十多年 如今又承擔著保護楚家繼承人的重生 說明楚家很重生 那麼我問你 二十七年前 楚家在九華生和其他幾個家族 有機會的時間 你知道嗎 你們四十個時候 好奇 巨大這件事 屈指可說 剛沒有人提起 你二十七年 你二十七歲 你這張臉 你是林遠的兒子 rays 他跟什麼大熟假 再想見不到 他 揮 你一把緬 你一切都抓到 One 你一把緣 一把緣 林辰 你知道自己的身世了 那叔叔阿姨他们呢 失踪了 爷爷说二十七年前 我父母被追杀之后 就杳无音信 我大概也是那会儿 被送到我师父那儿的 至于他们师父还活着 我也不清楚 被人追杀 然后别再无消息 这种情况 十十八九人是没了 毕竟 如果林辰的父母还在世 恐怕早就来找林辰了 这个男人 虽然拥有一身本事 但是他的身世 也太可怜了 没有缺陷的消息 那就证明还有希望 说不定他们也在找你呢 只是因为有些事情耽误了 可能是因为 因为 没关系的 我会找他真相 楚天愚跑掉了 现在怎么办 找到他 然后杀了他们 我要杀的可不止 楚天愚一个人 还有楚家很多人 楚家和我父母失踪 有很大的关系 我和你一起去 楚家在林海的势力 根深地固 你跟我去的话 会有危险 我想陪着你 如果你是担心 他们会拿我要挟你 我可以躲起来 诺大的林海是几百万人 他们不可能找到我的 如果 楚家人真的用我威胁你的话 你也不用管我 直接报仇就好 记得 拜上我的内部 楚天愚已经知道了我的事 他们大概率不会再用今天这样的手段来威胁 所以接下来我和楚家的争斗 应该局限于 我和楚家的修行者之间 除非我死了 否则你不会有危险 那不就好了吗 你可不能丢下我 之前我就说过 你在哪儿 我就去哪儿 除非你不要我了 如果楚家倒了 楚家的家产 你有什么想法 报仇的 那如果你确定 是楚孙风杀林海 你会什么方法 杀 他既然能杀自己的堂兄弟 楚天愚能害我这个堂妹 我为什么不能杀了他 你也可以考虑一下 毕竟楚家倒了之后 家产自然有你的意思 如果你不要的话 就本身给其他人 我的目的是报仇 其他的我都不在乎 我都听你的 林辰的师父是薛邝人 那个被称为疯子的薛邝人 就是他 那家伙可是个真疯子 我们现在怎么办 你去队伍楚家学 我不管 但你不做调查 一股情 直接动手 但凡你自己调查 你就会明白 你之前找赵家 吴家的失败原因 就会知道林陈的雷 就不会如此入猛 更不会舍着陈怀 他差点把你自己招待了 我当时问过他的来历 他什么都不肯说 他说自己没背景 靠的就是自己的传统 我问陈伯 陈伯说自信满满 能拿下他 我真的选择动手的 就算林陈被你杀了 然后呢 薛邝人的亲残弟子被你杀了 你觉得你能活得了吗 你薛邝人的风魔性 你以为你死了 就没事了吗 楚家上下比较薛流成鹅 爸 那现在怎么 总不至于陈伯死了 我还要跟他赔礼道歉吧 去道歉 我们楚家的颜面和纯 薛邝人虽然厉害 但他只是一个人 我们楚家还不至于把他 但是我警告你 我要用下赛烂的手段 对付林陈身边的人 因为你没有底线的攻击 就会引来没有底线的反击 他们要找机会杀你 一路翻掌 爸 我去吧 不会了吧 楚家自愿厉害 但不是天下无敌 更何况 匹夫一怒 续剑五波的道理 你要懂 作为一个求情者 就不应该给对方复仇的计划 否则 打舍不死 反受其害 凌晨 我是楚送风 嗯 什么事 我都已经知晓 我而天羽行事谋躁 和你发生了称讨 我想问问你 此事 怎么解决 解决 出现什么 你想怎么解决 天羽对你出手 那时 也得算成为 要不 此事我们各不追究 都此为止 陈怀只不过是个厉害点的打手 说能听到他就是一个工区 吧 被我闹了 那是他实力不计 活该 但是作为计划一切的楚天 不应该付出代价 兄弟 我儿子的胳膊也被你打断了 如果他成功了 我的女朋友会被捂 我会被打死 你觉得一条隔 哼 我知道了 你的生活是薛孔仁 薛孔仁孙人很厉害 那鼻鼓代表我楚家害怕他 就算你有钢气净吃了又如何 我们楚家也有 而且也是一个 你要玩 我们楚家奉回到底 楚家楚 你还记得是 林辰 你是林远的 楚孙凤 七天之后 我不避免你楚家满门 我们楚家百年底军 我都要看看你这个小杂手 不妙 行啊 那就试试看 那咱们就按照修行者的规矩 很好 不可以 不过我提醒你 楚家雪 是我们林里 你放心 楚家不会对他直接动 但是在商业上 我们所争斗 都是不可避免的 商业斗争各凭本事 不过你要是敢用下三满的手段 对付小雪 你们楚家人多 到时候 可不要管我 呵呵呵 我等着你 你是时候盖回国了 你是时候盖回国了 你怎么跟着你 那我就叫他 你怎么这么说 我干吗 你不跟着我 干吗 av 你怎么说 那我再给你 你什么 你我看 林先生 我刚得到消息 楚家为了对付你 找了一位宗师 宗师 对 这个人叫楚松涵 他和其他的宗师不太一样 这个人心狠手辣 牙刺必报 之前有个人因为骂了他一句 被他折磨了三天三夜 人死的时候 那都没人形了 那他现在人在哪 本来呢 他应该被逐出楚家了才对 之前啊 他调戏了一位他族兄的妻子 结果他那两个族兄找到他的时候 他反而把人家族兄打算残废 对外呢 楚家是说 猝死了楚松涵 那实际上 是把这个楚松涵流放到海外 不许他再回楚家 现在 楚家要是没事的话 他肯定也不会回来 但如果楚家出事 他肯定会回来报仇 而且我听说 他在国外参加了一个杀手联盟 他现在是中师级杀手 在杀手界也是赫赫有名啊 咱们要是想除掉楚家 必须得先除掉这个楚松涵 楚家还有案子 这楚松涵 此人如此隐险教了 如果不先除掉他 灭掉楚家以后 只怕会引来更大的麻 莫总 这样麻烦您帮我调查清楚楚松涵的形成 我要先从这个败累下手 另外麻烦您帮我联系一下林海八大家族 只要他们同意联合一起 灭掉楚家 楚家的一起 我都可以给他 八大家族明争暗斗 找几个盟友对付楚家 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林先生 等我消息 林先生 楚松涵订了今天晚上回林海的机票 回林海 那我岂不是要给他准备一份大大的见面 时间 UK8372号航班 凌晨1点25落地 终于回来了 这些年 漂泊在国外 终究不那么舒服 还要感谢那个叫林晨的小家伙 若不是他 我恐怕 也没有机会再回来 楚先生 您好 我叫杨一帆 您叫我小杨就行 不是马路上一台车都没有你开这么慢搞毛线呢 赔钱 追尾全责 你没学过交规啊 哎 小的你他妈的 什么 知道楚家嘛 我可是给楚家工作的 哎 从来都只有我欺负别人的 什么时候轮到别人来欺负我 哎 想敲诈我 臭小 不赔钱你还想动手是吧 啊 第一千回 就不张言我身上凑 算你倒霉 我第一千回 就不张言我身上凑 算你倒霉 敲敗 你 你解释宗师 你解释宗师 朱家的案子 宗师杀手可疯寒 认识我 你 你是林辰 你 你怎么知道我这趟飞机回来 当然是有人告诉我 朱家可不是所有人都希望 听说你在国外混得很好 既然如此 为什么还会来 朱先生 欢迎你 落叶归根 落叶归根 你 走吧 上车 我说的话你记住没有 我送孩子 怎么回事 林辰怎么会知道 楚家主 这份大礼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对了三天后 我要清上林涵灭你们楚家 别忘了迎接我哟 小子 我倒要看看你怎么灭我楚家 我以命启示 又把你千刀万剐 都扯入你 你一生作恶多端 老天爷可不听出什么实验 等死吧 狗东西 妈 你没事吧 去求见楚家 呼吸一切代价 请楚家老祖出手 一定要把林车给我逼了 周老爷子到了吗 马上到 那就好 把周老爷子秘密带进口 不要让任何人看见 是 爸 你怎么有些紧张的样子 如果林辰想彻底打败我们楚家 今天是最好的时机 我们楚家所有人都聚在这里 正好将我们一网打尽 虽然林辰是宗师 可他这样未免也太嚣张了 算是他的同伴不过两个宗师 他敢来这儿那不是宋师 如果魏家和林辰联联手呢 而且林辰的师父 薛狂人 朋友也不少 就算加上他们 也不能把我们灭了 可如果真是这样 我们为何要给他这种机会 周家老爷子如果没有答应的话 我会取消此次的机会 既然周家老爷子过来了 我倒希望他们全能跳出来 所以 这是个局 周老爷子 没为别人看到 他们如果真的准备 就一定会出手 到时候 周老爷子在 正好 以劳永逸的解决所有问题 可如果来了很多宗师 周老爷子只有一人 会不会 宗师在大宗师面前 就像孩子对付成年人 就算来了一群宗师 大宗师一个人就能搞定 这又是周家为何 稳居林海第一大家族的原因 你曾祖 已经达到宗师的巅峰 距离大宗师 仅一步准 就这一步 就是天立之差 如果你曾祖 踏过这一步 我们周家 就能积身于此大家族 和 度假平起平坐 这么一说 我也希望 本期再看到他 不动口 他既然赶得来 就让他死在这里了 朱老爷子已经到了 已经请到后院休息 外面人都到齐了吗 已经到齐了 我先去见朱老先生 准备好 八点开始 祭祖大典 好 朱老先生好 好 今天是你的大日子 你作为家主 有很多事情要忙 不必刻意的过来 朱老先生是前辈 我作为晚辈 当然不得见 更何况 今日如果有麻烦 还请朱老先生 给你消除啊 我既然来了 你们便大可放心 如果他们真的不要命 前来闹事的话 我自当出手 不过 有些话 我可要说在前面 朱老先生请讲 我只帮助你 对付林辰和他的人 如果离开其他家族 参与的话 大家抬头不见 低头见 不过他们肯让步 我便不会出手 大家还是留意些 好见面 那是此 让朱老先生 对付林辰 与林海以外的高手即可 好 叩拜 林辰 储家大典到此结束 现在是列的杀石 林辰 胆子不胜 这边从我储家的技术大典 储家弟子难得如此的举 我当然要来看看储家的威力 顺便杀下我们储家的气 怎么 你想趁这个机会 你没有储家不成 我确实有这个想法 毕竟储家弟子难得也去 好像一年也就这么厉害 我当然想 李沙 就凭你 你还有什么帮手 都把咱们喊 今天这日 咱们彻底了解一下 如你所愿 诸位 让储家的各路英才都瞅瞅 魏家 许家 冷家 明海八大家 居然来了三家 红尘 我倒是小看了你小子 我就牵个头而已 看来各位人 你们储家都很久了 索性却一起干 储家和魏家是侍仇 他能和你联手 在我预料之中 许家和我们储家 有商业著作竞争 他的加入 我也能理解 冷家 我们储家 无冤无仇 他擦一脚 难不成 也要瓜分我们储家 除老爷子 冷家无法水中送炭 就只好做做 挤上天花的事了 林辰救过我的性命 你说这人情 我是不是得还呢 林辰救过你命 对呀 我之前病重 要不是林辰 我早就入土 我早就入土为安了 而且 他治好了 我的陈年旧伤 使我重新 恢复了活力 你说这个人情 他是不是很大 好啊 好得很 就不知道 你们来了多少宗师 露面的是四个 外面还有几个呢 我们可是很小心的 不会让事情 出了什么岔子 确实 我们储家四个宗师 被林辰杀了一个 现在还剩三个 四打三 我们储家 确实没有机会 看来你似乎早有准备 请了谁来 赶紧叫出来 看看我们 肯不肯得动 如果不是早准备 我怎么能会 在这个时候 举办技术大典 怎么可能给你们机会 周老先生 请登手吧 林海第一人 大宗师 朱老先生 就会 朱老先生在此 我怎么会给你们 灭我们 储家的机会 储家中人 你们先退 我看谁敢来你们 林海八大十家 今天来了四家 好久没有这么热闹了 朱老先生 您今天来这里 是什么意思 你是要帮 储家 灭了我们 哈哈哈哈 我们八大十家 相安无事 那么多 我觉得挺好 我今天来到这里 就是为了偿还 储家一个人情 也不希望你们 宾容相见 大家和平相处 不是更好吗 就是说 今天如果我们不出手 就此离开 您也不出手 是这个意思吗 许家 冷家 未家 只要你们不出手 随时可以离开 那 林晨呢 林晨和我们储家 恩怨颇深 先杀了我的忠仆 陈怀 又杀了我的兄弟 储松寒 现在又扬言 要灭我们储家 他既然来了 就没想走 我们又把账 算得清楚 我们既然一起来此 要罢手 自然一起罢手 不如今日 咱们就此作罢 有什么事 以后再说如何 林晨帮了我们 许家一个大忙 可否给个面子 今日放他一忙 我魏家 倒不欠林晨人情 不过如今 已然联手 便算是盟友 如今大敌当前 我若抛弃盟友 日后传了出去 大师得被人戳我魏家脊梁苦 不如我们讨论讨论 换个解决办法如何 原本以为 朱子安露面三家 就会只身十万 没有想到 他们竟然都开口了 解决 怎么解决 难不成他有办法 让陈怀 和储松寒复活吗 如果他能办到的话 跟他握手言和 又有何妨 你们储家好大的威风 只许周官放 不许百姓点灯 储天宇在平江 三番两次的小害 要不是我有宗师的事 分头草量 废话少说 储家人死了 就得偿命 再说了 二十七年前 我参与围较你父母的事情 我们早就不死不休了 你们四大家族 今天不动手的话 我们相安无事 有案有约 我们改日再算 如果今天你们动手的话 就别跟我们 纳税无情 与东老先生 请动手吧 等会他一动手 你们就跑 不用过了 要走一起走 人都还有机会 没用 你们拦不住他 我的事 我自己扛 可要走无谓的挣扎了 没有用 原来是这么 这是怎么回事 林晨按着朱子安两拳 居然还没疼着 难道是朱子安没有权力 爸 这是怎么回事 你在破镜 林晨破镜 林晨本来就是宗师 他也能破什么镜 难道是 大宗师 爸 现在怎么办 林晨这么年轻 就能打破平静 进入大宗师 如果他成功破镜的话 咱们楚家就没有活路了 多少先生 赶紧杀了他 否则的话 诸家和楚家 互万无穷 林晨 你确实是个妖逆 但是你今天必须死 这一脚 你跨不进去 你还真是打不死的教详 越战越勇啊 不能走下去 林晨到底什么实力啊 他竟然轻松挡住了朱子安的权力一击 朱子安退了三步 林晨居然退都没有退 怎么会是这样 大宗师的实力也不过如此 怎么会变得这么强 什么叫突然 我一直很强好吗 只不过之前 我一直在隐藏我自己的实力 不想让你们发现吧 一来我想看看 大宗师的实力到底是什么呀 二来 我想看看我的实力 和大宗师到底差在多少 你太让我失望了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这么强 下山之前 我师父专门告诉你 让我低调吧 所以我在你们面前展现的 一直是宗师剑 你既然能隐藏亲戚 你的实力到底到了什么层次 用你们的话来说 应该是天人静 天人静 那岂不是不等天人下山一般 成王 败寇 要替你父亲报仇 你杀了我父亲 我自然要让你付出代价 谁是我杀了你的父亲 要想人不知 除非寂寞 你以为你做的偏忧 实则全都被人看在里面 谁说的 让他出来跟我对治 你俩都变成正样了 告诉我杀的 我认 可遭事 我可不认 怎么 想甩锅了 我甩个屁股 告诉真是我杀的 我只会感叹 我当初没有斩炒除根 可是 我确实没有杀的父亲 当年你父亲带着天气鱼突围 我们最傻 怒上 不幸 不下一阵 我们只有分明最敢 后来 确实罪到了你父亲 但是你父亲这重伤 就直接突然我 就发现后面的骨里 我下山追赶 没有发现任何动机 这件事 我会查清楚的 既然你父亲不是我杀的 我们就没有那么大的恩怨 你们楚家三番五次的小害 这个时候说没朝鸢 如果现在是你赢了 我说和你们楚家无仇无怨 你想想你自己会怎么回答我 怎么对待你 楚家雪 你自己也是楚家人 却勾结万人 负面我我楚家 楚家人 话说有人将我当成过楚家人 当年我父母已经退让 你还要对他们赶尽杀绝 是我爷爷放弃了一切保住我 带着我远走平家 可即便这样 你们还是不肯放过 楚天宇 你自己说 你害了我多少次 钱不易 吴家俊 赵义恒 甚至还自己突出 不仅要毁掉我父亲留给我的唯一产业 甚至还想毁掉我 你敢让众人知道你自己的龌龊心思 找人强奸我 还想把视频公之于众 如果你不是和我有血缘关系 怕被人戳脊梁股 恐怕这件事情 你会自己亲自来做 楚家雪 当然你对我和父子俩有意见 楚家还有很多人与此事无关 他们都是无辜的 不哭 压死骆驼的每一根稻草 都不配受无辜 当初要不是你们放错 哪里会有后来的结果 楚松寒借故废掉 支持我父亲的两位叔叔 坑害了他们一辈子 他受到惩罚了吗 而你 杀害了我父母 受到惩罚了吗 既然这个公道你们不敢开 好 那这个公道 我就亲自来逃 家学 我们毕竟学问相连 我就天宇这么一个儿子 他确实做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 爸 但是 死不教父之过 我愿提天宇恕罪 我愿央处出家 以死谢罪 我求你 放过天宇吧 爸 别说 可怜天下风险 别无厌仗 你有天人今又如何 还不是给我拿别 放开他 老你敢动一下 你就要他的命 爸 爸 爸 不 你还是走吧 没事吧 林先生 刚刚的事 不用解释 我能理解 以后需要许家做什么 请尽管开口 林先生 大意 贵家愿为林少 肝脑涂地 在所不辞 那你接下来打算 血斩血场 你也是储家的人 这件事就交给他们的呗 你的事情都处理完了 那你打算怎么办 三月时期 也快到了 我们还能续远了 那你打算续多久 当然是一辈子了 前两天爷爷还说 什么时候给他生一个 大胖的虫孙子 我会带来 你 我会带来 请不吝点赞